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股市在假期后回稳 S&P500期获得接近历史高点 投资者们都在等待6月的就业报告 预计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19万 失业率保持在4%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加拿大前外长马克·加尔诺 在新书中对总理特鲁多的批评 他指责特鲁多在国际关系上优先考虑政治 并且对外长角色不重视 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州彩票的最新开奖结果 7月4日的Pick Sun Morning和Pick Sunday游戏的获奖号码 分别是9、1、9和3、9、9 两者的Fireball号码都是4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报道 美国股市期货在周五保持在历史高位附近 华尔街在假期后回归 等待关键的月度就业报告 这将影响美联储的降息决策 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 在周三和周四的假期后保持不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也保持平稳 而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 小幅上涨0.1% 投资者对即将发布的六月就业报告保持警惕 预计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将放缓至19万 失业率保持在4% 早些时候的数据表明通胀可能继续降温 增加了美联储在九月降息的可能性 交易员目前预计降息的概率接近75% 此外 英国工党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也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政治风险增加之际 三星电子因人工智能热潮推动 其季度利润飙升至去年同期的15倍 股价创下三年新高 在公司方面 受加密货币影响的股票如 Coinbase和Marathon Digital 在盘前交易中下跌约6% 比特币对美元汇率自2月以来首次跌至最低点 环球邮报报道 前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尔诺在自传中表示 在贾斯廷·特鲁多任期内 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声誉受损 他批评特鲁多是一个准备不足的领导者 优先考虑政治 而不是实际行动 加尔诺在自传一段非凡的旅程 太空 政治和追求加拿大梦中写道 特鲁多高估了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加尔诺回顾了自己在军队和宇航员生涯中的经历 并在书的最后部分详细描述了他作为国会议员的时光 加尔诺在书中指出 特鲁多并不重视外交部长的重要性 并且在国际关系方面表现不佳 他批评特鲁多推迟发布新的国家战略 并描述了特鲁多在2016年和2017年访问中国 以及2018年访问印度的失败经历 特鲁多的办公室尚未对书中的内容发表评论 Yahoo US 报道 德克萨斯州彩票 在2024年7月4日的抽奖结果如下 PX3早晨 抽奖结果为9 1 9 Fireball为4 白天抽奖结果为3 9 9 Fireball为4 晚上抽奖结果为7 7 0 Fireball为3 夜间抽奖结果为7 8 7 Fireball为8 PX4早晨抽奖结果为3 7 5 0 Fireball为0 白天抽奖结果为2 0 8 8 Fireball为8 晚上抽奖结果为1 9 2 1 Fireball为6 夜间抽奖结果为2 666的4 Fireball为2 All or Nothing早晨 抽奖结果为02 03 04 05 06 11 12 15 17 18 23 24 白天抽奖结果为04 06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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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1 22 24 夜间抽奖结果为01 02 04 07 08 10 17 19 20 21 23 24 KH5抽奖结果为05 14 18 21 30 Texas2 Blue Step抽奖结果为03 06 12 28 Bonus为06 彩票可以在加油站 便利店和杂货店购买 也可以通过Jackpocket应用在线购买 环球邮报 工党在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 似乎并未扰乱伦敦金融区的心脏地带 尽管许多金融界人士仍对工党可能会在未来进一步支持英国紧张的公共财政感到担忧 在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的领导下 工党一直在积极争取伦敦金融城的支持 因为他计划通过大量私人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 伦敦金融城公司政策主席克里斯·海沃德表示 要实现工党将英国打造成清洁能源超级大国的大胆目标 私人部门的金融必须发挥核心作用 与2019年大选时不同的是 伦敦金融城在本次选举中从保守党转向了工党 当时斯塔默的前任杰里米·科尔滨提出了一份激进的宣言 通过提高公司和高收入者的税收来增加公共投资 结果导致工党自1930年代以来最差的选举结果 金融智库No Financial的董事总经理威廉·赖特表示 工党近年来对金融城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反映在资本市场和养老金改革的连续性上 工党支持保守党政府的脱欧后爱丁堡改革 旨在保护伦敦金融城的全球竞争力 并承诺对养老金和储蓄行业进行审查 这可能有助于英国的资本市场 并增强人口的金融任性 独立报 随着总统乔拜登的支持率下降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呼声 要求他在11月的选举中取代拜登 在7月4日白宫活动中 哈里斯几乎称拜登为副总统 随后迅速纠正自己 说拜登是美国总统 拜登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口误 并接受了掌声 当天早些时候 拜登在一次电台采访中声称自己是 第一位与黑人总统的共事的黑人女性副总统 再次引发了尴尬 尽管哈里斯的支持率在上升 但拜登坚称自己不会被推下台 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民调中领先拜登6个百分点 哈里斯的支持率在公众 分裂的民主党内 甚至是特朗普的讽刺性支持下 都在上升 拜登竞选团队表示 他们正准备将焦点转向提升并选举哈里斯 尽管拜登坚称自己不会退出竞选 并在一次电话会议中表示自己身体健康 每日电讯报 李希·苏纳克44岁 曾在伦敦金融城 有着极其成功的职业生涯 随后在政界短暂但充满事件的任期后 他失去了工作并被迫搬出住所 尽管他仍能领取约9万1000英镑的一元薪水 但他可能会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幸运的是苏纳克和他的妻子 拥有价值6.51亿英镑的资产 包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套价值 720万美元的顶层公寓 和在北约克郡山丘中的 一座二级保护的乔治亚风格庄园 前首相每年可领取11万5000英镑的津贴 用于管理办公室的费用 这将使他不必典当他的星球大战收藏品 两位金融专家建议他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机会 AJ Bell的养老金 和储蓄专家查林 杨指出 苏纳克的前职位 年薪接近16万7000英镑 但他的投资收益 和资本利得税账单 可能会成为每年的重大现金流失 他建议苏纳克考虑是否搬到美国 并如何在税收规则下 使他的英国房产为他工作 Quilter Shevitt的技术顾问 大卫登顿则指出 苏纳克如果搬到美国 需要小心处理 以避免巨额税单 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的税务系统 存在许多差异的情况下 环球邮报指出 根据盖洛普发布的 世界幸福报告 加拿大人的幸福指数为6.9分 满分10分 美国人为6.7分 与其他国家相比 加拿大排在第15位 美国排在第23位 最幸福的国家是 芬兰7.7分 丹麦7.6分 和冰岛7.5分 有趣的是 在这些国家以及北欧 老年人显著比年轻人更幸福 幸福感研究表明 个性、健康、社会关系 宗教信仰和就业 是与幸福强烈正相关的因素 研究发现 外向、禁责和情绪稳定 是生活满意度的 最可靠预测因子 此外 健康饮食和锻炼等 生活方式选择 也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 而长时间看电视 或使用电脑、酗酒和药物成瘾 则有负面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 一项研究 收集了240万人的数据 发现更好的心理健康 如生活满意度、情绪、神经质 和抑郁症状 有助于延长寿命 和提高健康水平 令人惊讶的是 研究发现 吃更多奶酪的人 在自贫健康和长寿方面 得分更高 《环球邮报》报道 东京的新社区 As a Booty Hills 醒来时是安静的 我站在 Dry New Tokyo酒店 19楼的阳台上 看着太阳升起 城市渐渐苏醒 Jana是奢华设计酒店 Imon的顽皮 新成员 As a Booty Hills 是东京最新的社区 由美国建筑师 Pelly Clark & Partners 和英国Hedwig Studio 设计的八公顷综合体 Jana酒店 融合了日本的极简主义 和本地款待 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影响 酒店位于一座 54层高的塔楼中 室内有比利时设计师 Suan-Michelle Gaffey设计 采用柔和的灯光 和温暖的材料 如洗白项目 磨光大理石 和发光的灯录 酒店有八个酒吧和餐厅 提供丰富的社交 和饮食体验 As a Booty Hills 的设计理念是 垂直花园城市 提供公共空间和绿地 东京塔在远处闪烁 购物中心内 有So Fujimoto 设计的阶梯花坛 和Hedwig的 蒸汽朋克风格建筑 游客可以在书店 Ogaki 享受安静时光 或在Slow Page咖啡馆 喝一杯美味的 红西咖啡 环球邮报报道 去多伦多任何一个富裕区 你都会看到 Grand Touring Automobiles的豪车 布莱德小道上的布加迪 罗瑟尔的劳斯莱斯 在多伦多大学校园里的 兰博基尼 过去15年中 随着城市成为全球大都会 和世界超富的首选目的地 财富的涌入 带来了对豪车的新需求 Grand Touring Automobiles 乐于满足这种需求 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 今年预计总收入将从2009年的 约8500万美元上升到4.5亿美元 预计销售约1200辆车 公司成立于1974年 最初是一家阿斯顿 马丁经销店 2009年 被加拿大汽车行业资深人士 Paul Cummins收购 自那以后 Grand Touring在多伦多市中心 开设了一个五层旗舰店 并在多伦多地区和卡尔加里扩展 公司销售劳斯莱斯 宾利 兰利 兰博基尼 Rimac 阿斯顿 马丁 捷豹和路虎 并是布加迪 克尼赛克 和派南弗里纳 超跑的加拿大独家经销商 CarMins回忆说 2009年时 店里主要卖捷豹和路虎 偶尔卖几辆阿斯顿 马丁和宾利 如今 豪车销量激增 客户群体也更加多样化 来自世界各地 环球邮报报道 英国政治格局 在周四选举后 发生重大变化 虽然专家认为 这对加拿大与英国的关系 影响不大 但却重新点燃了 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希望 卡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H.M.Heroeman指出 两国一直保持着 强有力的联系 尽管加拿大自由党 和英国保守党 属于不同的政党家族 但在国际和贸易问题上 合作良好 然而 自从英国脱欧后 开始的自由贸易谈判 在今年1月中断 关键问题之一是 英国希望向加拿大 出口更多的奶酪 但加拿大的奶制品配额豁免 将在2023年底到期 英家商会总监 Martin Buckel表示 英国政府 在谈判终止时的举动 令人惊讶 因为奶制品问题 早已众所周知 他希望新政府能重新审视 并找到解决办法 尽管英国是加拿大的 第四大贸易伙伴 每年贸易额 约为450亿家元 但贸易谈判中的一些基础问题 并未改变 黑肉们认为 这些问题主要是非党派的 不会急于重启谈判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移民部长 Mark Miller表示 联邦内阁在是否为数十万 无证工人提供 公民身份的途径上存在分歧 尽管这些人在加拿大非法拘留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 已经在这里建立了生活 有的有配偶 有的有孩子 所有人都生活在阴影中 亦受不道德雇主的剥削 总理贾斯廷 特鲁多强烈认为 因为至少部分无证移民 找到公民身份的途径 但在Miller今年6月 将提案提交内阁时 发现内阁成员 对此存在尖锐反对意见 因此 即使是有限的计划 也不会很快推出 问题的关键在于 沃泰华必须首先解决移民系统中的缺陷 这些缺陷使得数十万移民 能够非法留在加拿大 只有在这些缺陷得到修复后 才能讨论有限的特赦计划 否则只会导致更多移民 选择无证居留 尽管移民系统存在明显问题 和日益增加的公众担忧 但自由党政府 在移民问题上 仅采取了有限的措施 需要更大胆的行动 来恢复移民系统的完整性 这是讨论特赦计划的前提 《独立报》报道 洛伦、伯伯特、Loren Paul Ebert 和他的政治对手 民主党人亚当、弗里斯 Adam Frisch 在本周对拜登的批评上 达成了罕见的一致 弗里斯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视频和声明 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认为美国需要一位 能团结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 伯伯特则在X平台上 猛烈抨击拜登的辩论表现 称拜登 认知能力早已崩溃 弗里斯曾在2022年 险些击败伯伯特 赢得了最接近的竞选结果 仅以546票之差落败 伯伯特目前代表 科罗拉多州第三选区 并在上周的初选中 赢得了第四选区的 共和党提名 弗里斯则再次成为 第三选区的民主党候选人 将在11月面对 共和党人杰夫 赫德 Jeff Hurd 赫德的竞选风格较为温和 与伯伯特的激进作风 形成鲜明对比 西坡选民主要由 无党派人士组成 他们将在四年 伯伯特丑闻和争议后 在两位较为低调的 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赫德表示 许多农村科罗拉多人 已经准备好 告别那种喧嚣 和激进的政治风格 Reuters Breaking News报道 瑞典电池制造商 Northvolt 虽然获得了超过 150亿美元的投资 包括来自黑市集团 和大众汽车的资金 但仍面临生产 高质量电池的挑战 尽管其位于 北极圈附近的 Scalftier工厂 未能达到 年产16级瓦时的目标 但Northvolt的生产 有望在今年有所改善 然而 宝马取消了 与Northvolt的合同 转而从其他供应商处 采购锂离子电池 这反映了 Northvolt面临的 更广泛问题 与此同时 中国电池制造商 涌入欧洲市场 以低价产品 抢占市场份额 进一步加剧了 欧洲电池制造商的困境 尽管欧盟对 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但未对中国电池 采取同样措施 结果是 欧洲本土电池 制造商的前景 愈发暗淡 Guardian报道 前Oasis吉他手 Noel Gallagher批评 Glastonbury音乐节 变得有点觉醒和说教 他认为音乐节上的政治声明 和乐队的政治表态 让人反感 认为音乐人应该专注于表演 Gallagher在采访中提到 他虽然喜爱Glastonbury 但不喜欢其中的政治成分 今年的音乐节上 艺术家Banksy 通过将冲击木筏 放在人群中 表达对移民政策的不满 引发了争议 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而Banksy则回应称 真正的 恶劣和不可接受是 意大利当局扣留了 他资助的救援船 这一事件引发了 对艺术与政治交织的广泛讨论 尤其是在 Glastonbury这样的文化盛会上 Yahoo US报道 欧盟委员会正在征求 半导体行业 对中国扩大 就一代计算机芯片生产的看法 由于美国限制 中国购买或制造更先进的芯片 中国正在加大 对就一代芯片的投资 这引发了西方政府 对潜在供应过剩的担忧 欧盟委员会正在进行 一项广泛的调查 旨在了解工业企业的芯片来源 产品和定价信息 以及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估计数据 对于像ASML这样的设备供应商来说 中国的投资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对于像德国英飞灵 法国义法半导体 和荷兰恩质普这样的芯片制造商来说 这一情况则更为复杂 尽管德国汽车制造商 反对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但他们也在努力多元化 其芯片供应链 以应对未来的市场变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 订阅各种简报 在天赞,订阅各种简报 不吝点赞,订阅各种简报 在家里面的大器人 是 的 在家里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